那我们很多球可能还会担心说 哎呀教练啊 我们光用手上手指 我是女生 或者说我是四年级小学生 还是打不到 怎么了 不用担心 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利用好我们的手臂去发力 因为你们担心的力量下 担心自己的是女生 担心自己这个反手没学过 都不用担心 首先我们在打反手后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们打反手后场 很多球之所以不能够将球轻松打到后场底线 是因为他在发力的时候 他觉得用的力量越大 球就可以飞得远 其实不是 因为当你们在进行特别享用力的时候 手臂会崩得特别紧 手臂崩得特别紧的时候 挥速就会特别慢 你要知道 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球飞得远还是不远 是我们的球速 我们的球速越快 我们的球是不是就可以飞得越远 对吗 所以我们在挥派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我们的三段边算 什么叫做三段边算 三段边算说的是 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 要把我们的手臂变成鞭子的三节 大臂第二节 小臂第二节 手腕手指 第三节 然后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是怎么 你因为光用手腕手指力量不够 那你如果给他一个向前的惯性 他顺着惯性再去瞬间抓紧 这个力量他不就够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架好拍子的时候 先用大臂 也就是我们鞭子的第一节 向后顶走 进行一个向前的惯性带动 然后小臂保持放松 流出我们的发力空间 形成我们的自然一拍 小臂再顺着惯性 再往前摆 给上第二段惯性 最终才是我们的手腕手指 顺着我们大臂 小臂给的惯性 手指瞬间抓紧 将我们的拍片转正 将我们的力量给爆发出去 这时候我们的球就可以飞得又高又远了